这个月17号大陆多达21个省气温创下下半年新低 其中首都北京还出现52年来最早的零下低温 往北方走黑龙江省早就是白茫茫一片 墨河市河流比前一年提前一周进入冰飘期 10月气温已经达到零下15度 黑龙江和陕西榆林官方都宣布提前供暖 镜头换到日本北海道续川17号降下日本今年第一场雪 比去年早了17天 冷空气强袭东北亚 北极冷气团南下笼罩南韩 同一天首尔气温骤降到冰点 韩联社指出这已经刷新64年来首尔同期最低温记录 面对亚洲多国提前急速降温 大陆国家气候中心表示 中国10月进入反圣阴状态 日本气象厅也预测 秋冬季期间发生反圣阴现象的几率是60% 国际专家分析这将会加剧亚洲的能源危机 我们保证煤炭稳定供应 京东明春 我们有能力保障好能源的供应 面对来得更早又更冷的冬天 不止大陆官员得出面信心喊话 外电报导 日本电力供应商天然气库存 比四年平均水准高出24% 南韩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加强燃料供应 减轻油价上涨的影响 日韩大陆全面备债反圣阴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您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